欢迎收看网上热报 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朋友转发一则有关失踪客机的最新消息 点击进去要看视频前却必须先转发或是填写个人资料 其实即使照做也未必看得到视频 因为这其实是个骗局 目的是把收集到的个人资料卖给广告或调查公司 然后那个破坏性比较大的一点的东西就是说 他们可能那些连接会带你到一个黑客的一个网站去 那当然这个黑客的东西就是尽量就是窃取你的个人资料 专家指出这些不法之徒通常利用网友的好奇心设下骗局 只要有人转发而链接出现在你的社交账号的墙纸上 就可能会被黑客盯上 通过你的朋友转载他们也知道你的朋友的那个电邮的地址 所以他们就可以伪装成你的朋友的那个电邮的那个地址呢 逐一逐一发出去 传发一个压缩包给你 一旦点开来呢 你的电脑就会中病毒 美国著名新闻台竟然发出消息说已寻获失踪客机 原来是有网友假冒新闻台的账号以他们的名义散播假消息 结果在很短时间内就有几千人转发 网上的一些假消息也来自假新闻网站 这些网站的设计和正统新闻网站相似 很容易误导读者让他们信以为真 但却不是非法之徒的欺诈工具 那这些网站到底用意何在呢 网页设计风格和新闻网站相似 但仔细一看 网站上的新闻都不属实 一些还相当夸张 本地也有一些类似的假新闻网 通过讽刺手法编写新闻故事 虽然网站已说明消息不完全属实 但还是由网民信以为真 把它当成真新闻转发 专家表示假新闻网在本地较少见 但在外地相当普遍 专家表示在社交平台看到的讯息 往往都是朋友或是家人分享的 所以较容易让人接受或相信 如果不清楚讯息是否可靠 最好先不要分享或是转发 以免成为传播假消息的帮凶 网上热报我们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